95年的指考考题有一个重点非常重要 我们先看中文的内容 为提供一个无烟的用餐环境 许多餐厅不允许室内抽烟 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为提供标目的的 所以我们用不定值片语来带动 后面句子的主词就是许多餐厅 动词就是不允许 不允许什么 抽烟是受食 室内只是一个地方的片语 同学可能会这样子写 to provide为了提供点点的一支写 然后呢抽烟 is not allowed 是不被允许的 在哪里 在很多的餐厅里面 可能同学会这样子写 可是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提供一个无烟的用餐环境 变成是谁提供的 后面的主持 变成抽烟提供一个无烟的用餐环境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后面的抽烟不能当主持 一定要用餐厅 餐厅才会提供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观念要特别的留意 我们一开始就要用 我们一开始就要用to provide 一个语法 不定词 不定词to在前面 动作者就在后面 餐厅为了提供 这个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答案给它完成 这里有一个单字的补充 用餐环境 就是dining environment 好 我们先把不定词片也写出来吧 to provide 一个 用餐环境 用餐环境 这个无烟的 我们就可以用 non smoke 用餐 dining dining in 环境 environment i-r-o n-m-e-n-t 好 这个就是前半段的 一个 不定词的片语 后面的主词就是 许多餐厅 manning restaurant 动词出现 不允许 don't allow 或者是用don't permit 不允许什么 要先写抽烟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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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抽烟 在室内 室内我们要小心 要用indores 这个是副词 但是同学可能会 初心写到的indore indore是形容词 这个是不同的 那么这样子就 答案就很正确了 我们下去 看一看下面几个重点的 一个补充 第一题 下面 to enter to enter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study hard is necessary 要进入一所 好的大学 努力读书是必要的 这个错 为什么 变成进入好大学的是 努力读书 努力读书不可能进好大学 应该是人 所以后面主词要用人 这个才是正确的 to enter 后面前来 后半段的主词 我们要改用人才可以 因为人才会进入好大学 student 改用student have to study hard 这个是正确的 第二题 while hiking outdoors 在户外这个郊游的时候呢 很多蜜蜂被看到 飞来飞去 这样子写就变成 蜜蜂在郊游 这样就不对了 郊游应该是人 所以这里的主词 不能用蜜蜂 要用人 那么答案应该要这样子改 while hiking 后面可以用we 我们看到we so many bees 后面照抄 这样才正确 hiking的是人 进大学的是人 这样就合理 最后一个 一进入这个客厅 我的双亲 在看电视 不对 进入客厅的 并不是双亲 因为双亲已经在看电视了 应该是我才对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改 on entering 照抄 应该是i 我看到i so my parents 我的双亲 好 正在看电视 watching tv 这个才正确的